各位观众们好 我们今天来进行一个逻辑思辩 题目是面对思想专制 达成反专制的共识 应该优先于追求观点自由 相信但凡有过与墙外小粉红争论的人 都会面对对方设定的如下逻辑困境 当你想要正面表达反抗专制 维护民主自由的思想的时候 就会有人站出来 去阐述一些似是而非的 维护共产专制的说辞 无论这些说辞多么巧妙 或者需要花费一番口舌去揭穿 一旦你去揭示其中问题后 他们又要以言论自由为理由 表示他还是可以支持共产主义 因为他有表达观点的权利 这样一来 一切仿佛都被引导到了 维护表达权这样一个程序正义问题 而远离了观点本身正确与否的探讨 更厉害的小粉红会以此反唇相继 当然可能是职业无毛了 指出这个过程正是体现了言论自由和环境容易出现 目中一事导致大家难以追求正确观点的这种情况 而这种自由世界对思想多样性 自由表达的追求本身是好的 但是容易在墙内形成一种思想的麻醉剂 党国只需要展示 在自由世界还是有这么多人在追求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就仿佛社会主义这条路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至少是一个争议的话题 这就极大程度上削弱了体制内对改革的诉求的合理和迫切性 很多人会把自己明明走入陷阱的这种道路 理解成一种社会实验的一种先趋势的行为 这就满足了自己的优越感 但是实际上脱离以上逻辑困境也是不难的 大家往往忽略了 第一就是要区分事实与观点 如果有人宣传共产主义好 他通过列举许多虚假的事实来支持 那对这些事实材料进行充分的反驳 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击破他们的观点 此时如果他强调自己有表达自由的观点的权利 实际上他是偷换了概念 从一开始传播事实材料 现在又变成了传播自身观点 所以你对之前材料的反驳 其实并没有侵害到他表达自由的权利 只是显得他的观点非常的虚弱而愚蠢而已 当然他有表达愚蠢观点的权利 你只需要告诉他你要在观点前 加上我认为三个字 以示区别 比如共产主义好 这是事实材料的表达 你应该积极地去证伪 而我认为共产主义好 这是观点不需要证伪 当然他可以这么认为 但是已经背离了客观和理性了 而对于墙内 我个人不主张对观点的多样性进行过多的追求 因为情况和自由世界不一样 在消除压迫性的言论管控之前 任何观点多样性都是伪命题 一来完全不具备这样的土壤 一旦新的观点形成会很快被扼杀 二来不利于形成思想的共识 因为任何社会变革 或者是环境变好 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有一种思潮 或者社会共识 而多样性的追求 往往会延缓这种共识形成的时间 即便是马克思主义 也是产生于德国 这样一个思想言论自由的土壤 因此自由主义 实际上是孕育各种思想的摇篮 是一种先决的条件 任何孕育出的思想 都不应该反过来破坏 这片孕育多样性的土壤 如果这么做 无论理由看上去是多么的冠冕堂皇 都应该予以抵制 因此即使在自由世界 面对伤害言论自由土壤的专制言论 无论是共产主义思想 宗教极端思想 还是种族极端思想 都应该进行限制 即使这一行为表面上看上去 可能是违背了自由原则